對啦,好,時間要長一點 好,那我們讓張赫跟台灣的這個鳳梨酥拍個照 OK,這是一個紀念,希望你以後有機會來台灣多走一走啦 謝謝,好,來,左邊 然後中間 好,然後右邊 OK 好,那我們就讓張赫準備一下,等一下三點鐘就會進行今天的Fan Meeting 對,好 有什麼話想跟我們媒體說嗎? 啊, 이렇게,很悲心的 嗯, 제가 와서 또, 이렇게, 좋은 모델 쓸 수 있게 해 주셔서 정말 감사하고 이렇게 많은 관심 가져주셔서 정말 감사합니다 오늘 하루 좋은 하루 되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辛苦了 那謝謝,非常感謝百忙之中大家抽空來到這裡來跟我見面 然後也非常感謝我們主辦單位的準備這麼棒的一個舞台 讓我跟這邊跟粉絲們見面 然後希望大家今天一天都希望可以度過非常愉快 然後有美滿的一天 好,其實呢,因為在前一陣子韓國演的這個命中注定我愛你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作品 然後在韓國做一個新的改編 好像,張賀你自己都看過台灣版,是嗎? 那, 저는 두 번 봤어요 看了兩次 哇,看了兩次啊 처음에는, 사실, 한국에 리메이크를 하기 위해서 신업을 보고 난 다음에 백만 원작이 있다고 해서 그걸 구해서 봤는데 처음 봤을 때의 느낌이랑 두 번째는 이제 이거를 어떻게 색다르게 표현할 수 있을까 해서 두 번을 보게 됐는데 천신이가 항상 힘들고 고민할 때 나오는 어떤 음악이 있더라고요 두 번 보다 보니까 계속 머리에서 면도는 거예요 근데 참 재밌게 잘 봤던 거 같아요 其實,因為我要說要 決定要接拍這一部作品之前 然後就想說來看 因為聽說台灣是原著嘛 所以我想說來看看 那我就看了 看完一次之後呢 想說我再想想看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詮釋 所以想說 想一些新的點子 所以我再看了一遍 那看了兩遍之後的感想就是 因為劇中男主角啊 出現的時候 有他的歌 OST的部分 然後那個雪栗呢 看完兩次之後 不停的在腦中回繞 一直想說 只要想到這冰中之地 我愛你呢 就會那個音樂再回繞 所以這個感覺非常的有趣 嗯 不過好像你演出的方式 就是跟台灣版本很不一樣 對 你在設定那個角色的時候 是來自於你自己就是 就是在經過思考之後 然後讓它變成另外一個 新的樣子是嗎 你以為是打問你 要沒有什麼 這些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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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在台湾的版本和很相似的部分 也就是在台湾的版本上 在台湾的版本上是男演唱片 和女演唱片的演唱片 但在韩国的版本上是相似的 男演唱片和副作品 和女演唱片 所以男演唱片 甚至女演唱片和副作品 甚至更加深刻 其實導演也是有比較 就是他跟導演都做了很多的溝通 然後互相出入一點點子加 那因為我們台灣的版本的話 就是男生比較穩重 比較沉靜一點 然後女生是比較開朗 比較活潑 比較搞笑的部分也是有的 那他們有想說 那我們要不要把這個部分 我們要演的部分把它做個變化 就變成說 女生比較很穩重很安靜 然後男生反而是很誇張 跟搞笑的這些都存在 然後想說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然後他們真的這樣去演過之後 覺得說 這樣子被設定呢 讓他覺得 讓造就他的可能 笑容啊 或者行動啊 一些部分 就變得比較誇張一點 搞笑一點 然後也有比較好的效果 對啊 因為我去那個韓國訪問 張娜娜的時候 他有說 他很想跟陳巧恩見面 對 那你也會想跟他們見面嗎 跟台灣演這個戲的男女主角 那你跟台灣演這個戲的男女主角 對 對 我好像跟陳巧恩見面 對 那你也會想跟他們見面嗎 跟台灣演這個戲的男女主角 我當然也是想見到他們 可是我的感覺是 我已經見到他們了 了解 對 對